洛杉矶圣盖伯古东区的知名护菜餐厅上海滩 于7月3日在亚凯迪亚市举行圣谷西区分店开幕典礼 开幕当天 民选官员联邦众议员赵美新 前加州参议员夏乐伯 亚凯迪亚市市长戴守珍 何陶市市长苏王秀兰 圣盖伯市议员廖清禾 前蒙特利公园市市长刘敬强 乔介领袖张素九 李社潮 马树荣等近百人到场恭贺并颁发贺壮 现场更有美国总统特朗普 亲笔签名的祝贺信 该店业者继美华联荣誉主席陆强表示 东区的上海滩餐厅开业至今 吸引了无数食客分支塔来 获得了广泛的欢迎和赞誉 本次获亚凯迪亚市市长邀请 在此开设第二家分店 旨在在盛古西区推广中国和上海美食 让西区的华人和当地多族裔食客 更多的了解中华美食 宣扬上海菜的精致细腻营养的餐饮文化 为其他主义了解和分享中华饮食文化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那么这么多年以来 上海滩成了洛杉矶的一个品牌 经过了一年半的精心准备 两个月的市营业 今天终于在Arcadia的分店开张了 能够上海滩能够服务于东区的同时 也更好地服务于西区的朋友们 所以希望大家来尝尝我们上海滩 真正不一样的菜 经典的上海菜 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